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座標平面上有一個頂點A 這個頂點A已經知道了 是-30 然後呢 這是一個泡溫線 此泡溫線以方程式Y等於2 的圖形交與VC兩點 且三角形AVC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個都是60度 如果A點座標是-30 則此泡溫線與Y軸的交點為何 我們先把這個泡溫線的方式找出來 首先它的頂點是在-30的地方 它對稱軸是X等於-3 所以這個泡溫線我可以寫成什麼呢 寫成Y Y-0 這頂點等於多少 我可以給一個常數A 然後多少 X 減掉-3就是加3 的平方 那這A是代定常數 那我只要多加一點 我就可以把這個A找出來 那多加哪一點 多加這個C點 這C怎麼看 我們看這個等於 Y等於Y等於2 這Y等於2 這Y等於0 這距離是2 這距離是2 那這個是30度 這是60度 所以這是1比2比更號3 這是1比更號3 那是2的話 所以這個應該是更號3分之2 這距離更號3分之2 所以C點X座標應該都什麼 應該是-3 加更號3分之2 應該是-3 -3加更號3分之2 Y座標是2 Y座標是2 我把這一點帶進來 就可以求出A點 就可以求出常數A 當X等於-3加更號3分之2的時候 Y等於2 2等於A 乘以多少 -3加更號3分之2 加3 平方 那這個-3可以消掉 所以這樣的話 這是3分之4 3分之4A 2122的4 也就是說A 是等於2分之3 所以這個拋離線的方式我就曉得 Y等於多少 A是2分之3 乘以X加3 的平方 現在他問說 這個拋離線跟Y軸的交點 那Y軸交點是X等於0 X帶0 那Y座標就算出來了 你等一下帶0 這Y座標是多少 2分之3 乘以多少 3的平方 所以是2分之93 27 所以他跟什麼 他跟Y軸座標 跟Y軸座標 跟Y軸的交點座標 X等於0 Y座標是2分之27 所以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B 答案應該選B 由貴方的一段時間 1分之4 3分之3 2分之4 3分之3 4分之4 感谢观看